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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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谁知 这一路又是坎坎坎坷 风风雨雨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 就是挨个去问 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 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 我说她是我的妈妈 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 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 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 不懂得去怎样生存 就是别人扔了什么 我能捡的吃的就捡的吃一点 为了活下去嘛 记得最清楚的 在那个东北的一个麦菜柜子里面 我晚上太冷了 我在里面睡 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 快冻死了 但是说一个麦菜的阿姨吧 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 她抱着我 然后把那个麦菜盖的那个被子 给我盖在身上 她把我抱得紧紧的 她又不嫌我脏 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 特别好 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 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我在流浪的时候 也遇到了很多坏人 就是逼我去偷 逼我去偷 逼我去那什么 去要钱去欺骗别人 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做 因为我毕竟说念了两天说 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什么是我该做的 什么是我不该做的 我做人有我自己的原则 有自己的底线 我决定是只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坚决不会去做的 因为这样的 我挨过不少打 也受过不少罪 他们也虐待我 然后我就一次一次的跑 就像东北有没喝口 把房间 沈阳大连四平通话的地方 我都去过 因为某种原因 找不到家了 在街头流浪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 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 它是民政部门 在全国都有下属的 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 能吃能住 而且还可以上学的 所以如果大家发现 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 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 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对有可能 后来到了三西泰原 在饭店里打工 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 就是说收养到我 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 就跟古时候 买一个佣人回家 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说起码 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 对 每当就是自己绝望的时候 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 我想的时候 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 只要我活的 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 因为母亲给我最大的动力嘛 所以我这么多年 活下来的希望 困难和痛苦 没有让陈涛退缩 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 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等家了吗 十八九岁的时候 经过人们帮助 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 我们俩人就是说 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 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妻子车祸去世了 是 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 很那什么 但是自己想的 所以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 还没有实现 虽然我的人生是自立刻碎的 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 这一块碎片 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 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就找妈妈 对 我找母亲 是一条很困难的路 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 挣的钱太少 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 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 去了煤矿 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 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 就念了两年书 因为煤矿 煤矿产人家要要这些考试呀 这些路景资格证呀 这些东西 要背很多东西 要学很多东西 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 我在就是说 一遍一遍地在写这个字 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 反复背这个 这种题目这些东西 最终嘛 做自己的努力 如愿一场呢 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 那可能因为是小煤矿嘛 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 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 挺怕的 但是说没有办法 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 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 我改变不了环境 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 我就这样坚持地走下去 就坚持地这样干 干了几年 我干了八九年煤矿 什么原因是你离开煤矿了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 对我特别好 就是不论学习呀 生活上面 就是因为每况出现事故以后 就是再上不来了 感觉挺伤心的 因为他说我背出来的从地下 我一路把他背出了 也流了一路眼泪 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在一块有感情了 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讲是一个悲剧啊 小在外边流浪 然后被父亲打 他的悲剧的根源就是他 在于他父亲这个家庭暴力 其实我觉得能猜得出来 他这个亲生的母亲啊 包括他后来那个后妈 都是被他父亲家暴离开的 所以啊对这个家庭暴力啊 是应该是依法场子 对这个家庭暴力啊 对这个家庭暴力啊 呢 啊 啊 妈妈 算是多年了 来孩子 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 给我们介绍一下 也让妈妈 仔仔细细看看 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 你套衣服 儿子帅吗 帅 帅呆了 好 来 不哭了妈妈 领着儿子过来吧 来 妈妈也很漂亮 儿子跟你想说 你看的时候 还有点像吗 像 像啊 儿子仔细看看妈妈 还有印象吗 我就记得说 我妈说一个大长遍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 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 有孩子了吗 没有啊 这是唯一的孩子 找到了 今生想过吗 想过能找到 你一直在找吧 我也找 你看儿子 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 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 孩子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 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找到了 我都要去尝试 妈妈现在在哪生活 在白山 在白山啊 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 儿子回家吧 家里有房子吗 我租的房子 租的房子 孩子多挣点钱 买个房子 和老头还在吗 也在哈 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 得领上哈 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 愿意吗 孩子 愿意 愿意 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 或者怎样 我要的是母爱 我不要别人 你当年就是离婚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 是什么原因 我母亲因为她 毕竟在我学生带的 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扫的家寄养 我在外面上班 然后上路去 上路上路上路去 把孩子抢走 用抢走的 你就夺不回来哈 没有 今天给她总打我 没有办法 再离开她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 警察会处复 妈妈现在做什么 一个生在家 就是 一宝 你立业多少钱 四百块钱 四百块钱 你说怎么生活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 其实 尽管 生活不是很好 她跟她儿子不约而同 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对 这边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 一个事 我代表圆梦基金 捐助妈妈一万块钱 好吧 妈妈谢谢 这盛装花多少钱 花了三百多块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因为我们需要您 需要电视机前的您 给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谢谢您 请记住 公益虚人 我的携手 在